台湾人爱吃肉不只要求肉质口感还要够浮夸才行 有吃到饱业者推浮夸肉盘活动 只要说出通关秘语 直接送上两公斤的超大盘肉片山 也限量五份 也有火锅业者呢堆出了瀑布肉盘来吸筋 同时看到了就连中式炒饭呢 也霸气的摆上了14片烧肉 就是要满足民众爱吃肉的口语 新鲜肉片层层铺上半件牛变成了小山丘 再切下低脂牛和牛五花 堆叠围绕一圈又一圈 宛如一座肉片山 放上干冰点缀白烟缭绕 掀气逼人 马上吸引全场目光 干冰淋上去整个看起来感觉很好 整个那种暑气全消 浮夸肉片山用了两公斤的肉 想吃还得符合条件 四人以上定位说出通关秘语 才有这个口服享受 有啊 满经验的 量感觉满多的 没想到送的会送这么多 对啊 我肉食主义的 我很喜欢吃肉 比想象中还大盘 肉食也不错 有变比较多 大概两三层 就是因为蛮多人在询问这个的 就因为这个来的这样子 吃到饱业者推肉片火山稀客 另一家火锅店则是端出瀑布肉盘 第二排的话是我们台湾双酱猪五花 网上的话是我们安格斯顶级沙朗牛 八百颗肉片层层吊挂铺好铺满 不少肉食爱好者直呼吃的好过瘾 就一开始看到这个肉觉得蛮 蛮好看的 就是整个量很多 看起来很划算 看起来就是很开心 平时的销售呢 大概会落在三十组的部分 那加热的话会落在四十组到六十组 大火翻炒烧肉片淋上特条酱汁 摆在炒份上一二三四总共十四片 加上葱花生蛋黄霸气百盘抽吸筋 台湾人爱吃肉不只要求口感品质 还要够浮夸才能满足肉食者的口欲 记者林波虫蔡段音SNG小组台中报道